歡迎收看 你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成 來 講到算命 很多女生大部分要算的 就是感情的問題 我這個老公對不對 我要不要跟他繼續下去 要不要跟他離婚 老師 你給我說說看這樣子 老師…他會愛我一輩子嗎 他會把他賺的錢全部給我嗎 他可以不要讓我吃苦嗎 他能愛我一輩子 他為什麼都不說出口這樣子 所以男生最討厭 真的 來…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遇到就是說 講 不然我們離婚好了 如果有一方說 好 要離就來離 就弄假成真 真的 來 今天來聊聊 夫妻同心不怕哭 來 趕快歡迎我們命禮界的 黃大爺 黃有不老說 黃大爺 亂成龍 老師 你最近沒泡溫泉吧 沒有 這我隨便人家捏 來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許瑞光老師 好 接下來這對夫妻 我們來歡迎的是 名嘴陳玲玲跟她的老公 打明星老公 我們的游國棟大哥 大家好 丁先生好 難得上我們節目 因為林姊上節目 也因為節目的需要 常常就跟著其他的一些 這個大嫂或者怨女 一起罵老公這樣 大哥你在海外有看到嗎 有 沒看到也會聽說對不對 對 海外也是有很多八婆的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節目中 聽到林姊抱怨婚姻 當然也是跟著主題講 我老公怎麼樣怎麼樣 老公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什麼都想要離婚 什麼什麼 哪個老婆不抱怨 對不對 真的 我這一集算了 我怎麼覺得今天錄影 好像是克拉瑪 對 克拉瑪 我好怕這一集錄完之後 我們倆會不會怎麼樣 不會 但我們現在聊的是說 就是你們婚姻當中 這麼多年也提了不下一次說 我們是不是離婚了 或者我們是不是淡了 或我們是不是各自淡了 不能認為人生是不是更有價值之類 這個很多人在婚姻當中 都會想過這個事情 但是國棟大哥從來都沒有答應過 那今天反而更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從頭來慢慢聊 你們當初是怎麼樣認識的 林姊 您當初一個 一個小丫頭騙子 怎麼可以認識到一個大帥哥 我們國棟哥的 你該不會就是當初 就是一直想要做專訪吧 沒有 我剛認識的 那時候我還在辦公辦讀 然後那個時候預備要畢業了 然後後來 因為大家知道我哥是康愷 那康愷那個時候 就跟他演同一部戲 然後那時候康愷就覺得說 我家小妹初長成 那看游國棟先生的一個大帥哥 那他平常話不多 然後拍戲的時候在化妝間 也不太會跟女生這樣子 吃吃豆腐啊亂開玩笑 就覺得說這傢伙不錯 跟我妹妹 對 就跟我妹妹應該蠻適合的 然後就跟他講 然後知道他單身 然後沒有女朋友就說 那你拿一張照片回去給我妹妹 讓我妹妹看一看 這樣彼此互相交換一下照片 那時候他的照片拿回來之後 我一看哇 真的是個帥哥 對 那時候年輕嘛 然後我一看後面有電話 我就打了電話 他很主動打電話 對 因為我哥講說你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他 你都不抱歉啊 那我就打了 打了大概兩次三次 他都沒有接 正好都拍戲不在家 我從此再也沒有打電話了 就有時候看電視 會知道說 這個是本來哥哥要介紹給我認識的 但是就沒有 我也沒有刻意就算了 後來隔了整整三年的時間 就跟我跟當時那個嫂嫂聊起來 就講到游國棟先生 他說那不然我就安排你們再來見面好了 如果他還記得的話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全身一身淨妝啊 就是牛仔衣 牛仔褲 還是那種當時很流行 那種磨石子的那種的 然後竟然我一看 好帥喔 口水流滿地 當時就好帥 好帥 然後就 當然你知道也是假裝一下 跟著女生嘛 對不對 那時候就覺得說不行 我就想辦法嫁給他 太喜歡這個人了 那人家男生有沒有有這種感覺 文哥你第一次見到李玲姐的時候 你看他怎麼樣 其實我沒見過他 他哥哥也很壞 只拿我的照片給他 沒有拿他妹妹的照片給我 所以那時候家裡電話想了你都不接就對了 也不是 就沒照片 事實沒有接到 事實在忙 可是我都約在曼當勞 我心裡在想 我如果認出他 我們就交往 沒認出來那就算了 然後我在外面繞了一圈以後 我再走進去 他已經坐在那了 他旁邊沒有人坐 我的直覺就直接走到他的面前 我說小姐 我坐在這裡 可不可以 他一抬頭 我說好像就是你了 就這樣 你心裡面的OS是這樣子 對 那種感覺 請問哪一點 你的男生的FU是從哪裡來的 會覺得這個女生 應該就是我未來的老婆 那時候因為看到他 我心裡很舒服 很平靜 不會像說我第一趟 是見到關心服裝嗎 我第一趟走進來 雖然有一些很時髦的女孩子坐在那 我會感覺不太適合 有些姻緣就是這樣 我第一眼見到你 我就覺得很舒服 好像認識很久了 認識很久 還有一點 我第一眼見到你 我就覺得很討厭 對啊 討厭什麼 這種都是姻緣 對 好 那所以這個感覺其實是對的 至少不排斥 對 但話再說回來 什麼樣的山珍海味 您沒見過對不對 就是各式各樣的 漂亮的女明星 可是怎麼會選了一個 出出社會的一個小女孩 這不是也很怪 山珍海味都見過 怎麼會看上前面就是豆芽菜 而且他說一進來就發現 這女孩坐在那 您確定她當時是坐著嗎 因為坐著跟站的是一樣高 沒有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她有多高了 很超小 只知道她覺得那我很舒服 然後我們在教堂中的時候 她講了一句話 以後都聽你的 以你的意見為意見 等一下 第一次見面 妳就講怎樣 這個女生 妳這話什麼意思 妳這不害少 唉唷 唉唷 今天是怎樣 對啊 這什麼意思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都聽 妳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以後我們做朋友的話 我就盡量以妳為主 聽妳的意見 因為前輩嘛 大哥嘛 她虛掌我幾歲嘛 那女生的一些小小的手段跟伎倆嘛 反正就是林玲姐 妳當下那第一次約會 妳的心整個都飛了就對了 妳就是覺得 就是硬要跟人家交往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永遠都記得看到她第一個畫面 那時候我是面對落地窗門口嘛 因為她進來好像 我永遠看到她一個帥哥這樣 反正這樣從那邊要走過來 那個畫面 我到現在還印在心裡面 永遠不會忘記 唉唷 那這就像電影一樣這樣 妳就看到一個白馬王子 從那邊走過來 然後妳知道就是她了 對 她是這種感覺 可是我剛剛就是被她那句話 一直騙到現在 她是從那句話的感覺 給朋友以後都聽妳的 對啊 可是一結了婚以後 一有小孩以後 沒有一件事聽我的 在我們手上的這個 智慧線跟感情線之間的這一塊 就叫做明堂 如果說是明堂比較開的 它表示說它比較心胸比較大 那這邊通常就心胸比較窄 好 我們就來站一下 我挑另一半的眼光有多好 很多的女生都會講 我覺得這一次救她了 我不會看走眼 但很難講 就是我挑另外一半的眼光有多好 有時候人跟人之間 真的也是一種緣分 有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我每次都遇到 同一個類型的人 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這裡1 2 3 4 5 我真的是想了好久 我選了五個選項來讓你選 那你憑你的直覺 你就跟自己講說 我大概會挑到什麼類型的對象 我大概會遇到什麼類型的對象 然後憑你的直覺選一個號碼就好了 好 林姐來 2號 國東哥 你這次要想清楚 3號 好 5號 1號 我選5號 我本來想選3號 但是國東哥也挑3號 她挑到林寧姐 所以我要換號碼 我說4號 4號 好 OK 那我們從這個2號開始來揭曉好了 2號是林寧姐選到了對不對 OK 你對這個類型的人特別有感覺 2號這張牌是月亮牌 其實月亮牌的人 從小到大出生 這個家庭的背景 可能不是很富裕 搞不好還有一點辛苦 所以她也許也是同情她的爸爸 也許也是同情她的媽媽 也許她內在還有一個辛苦的小孩子 還沒有長大 她也許也想要彌補她自己 所以她很容易挑到那種 感覺起來帶有一點點辛苦 跟坎坷的感覺的另外一半 然後常常會跟這樣子的另外一半 就一起奮鬥 然後為她付出很多 而且會擔心錢的事情 所以這張牌是70分 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其實選到這張牌 這個月亮牌代表的是母親 是媽媽 那選到月亮牌的人 大概從小你就會感覺到說 譬如說媽媽工作很辛苦 然後常常感覺媽媽在為錢掙扎 然後煩惱 然後你自己也會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當你遇到另外一個人 你覺得他跟你的出生背景差不多 可能是他也是很奮鬥很認真 那但是現在可能就差一點機緣 你就會很想要幫助他 那這樣子的夫妻兩個人在一起 就可能真的比較容易為金錢方面去擔憂 那其實是要學習理財的能力 然後學習一些正向跟樂觀的態度 又越來越好 那如果說你抽到的是五號牌的話 來 五號牌是誰 是 黃老師選到 然後健成姐姐選到 來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張牌 這一張牌是國王牌 黃老師又選國王牌 你每次都選國王 沒有一次例外來 好厲害 這一張牌如果是女生 大概都會欣賞大男人 然後壓力度裡吞 這一張是80分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女生選到這一張牌 你喜歡你的另外一半 成熟 穩重 有魄力 有事業 然後有擔當 然後很出色 但是這個男人 他的個性可能是在外面 比方說不可一世 但是在家裡的時候 也習慣發號施令 所以有時候可能 也會比較嚴格一點 比較兇一點 給你的壓力比較大一點 但是你可能就喜歡這個吊吊 我後來我有一個女生的朋友跟我講 我才發現很多女生 看那個羅曼史的小說 他其實都很喜歡那種 海盜型的男人 就是很想要被那種海盜 然後綁走 綁到船上 被強盜征服這種 這種女生通常 似得歌爾摩症候群 天生的 真的就愛這一牌 喜歡這種類型的 就愛歹徒 但是男生如果選到這張牌 通常你也會喜歡那種 感覺起來很有自己的架式的那種女生 不一定很美 但是很有魅力 然後很有架式的那種女生 就是女漢子型 女漢子型 身材是瘦 是胖 是帥 是不帥 你不是太在乎 但是兩個人在一起 他如果很關心你 很溫柔 然後很照顧你 然後告訴你說 我要照顧你一輩子 你會被那種感覺吸引 被那句話所欺騙 被那種感覺吸引 但是你也真的會 遇到那種類型的人 被那種感覺吸引 對 被那種感覺吸引 但是對方有的那個能力不知道 通常他會有那個能力 他就是喜歡照顧人家的 那個類型的人 那你就是喜歡他 會照顧人的那個特質 但是他的外表 長相 錢 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通常選到這張牌 你的另外一半 就會對你很溫柔 但是有一些個性比較強的女生 也會是水車 那叫什麼 水車水閒 就一邊覺得說 我老公對我滿好的 因為嫌他錢賺得不夠 然後什麼什麼 工作做得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 人就是一個個性 你選到這種就是草食男 它就是溫柔型的 所以這張也不錯 這張是90分 差不多 那如果說你選到的是3號的話 3號是國東哥選到的對不對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一張牌的話 特別是女生 你要注意 這一張是魔鬼牌 魔鬼牌呢 那代表說呢 你就是被他的外表 被他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太蠢了 三星被騙 60分 OK 好 通常呢 選這一張牌的人 如果是女生選這一張牌呢 這個男生可能就會具有這種花言巧語 然後很帥氣 然後感覺是個浪子 就是這種類型你就會特別喜歡 那有時候呢 那個對方如果他還有另外一半 比方說他有男朋友 然後呢 有這個老婆 你就特別會想要去挑戰一下 然後想要想說 看看自己魅力夠不夠 能夠把他搶過來 所以選到這一張牌的人呢 通常喔 你就會愛上那種 對你花言巧語 但是不一定會對你付出真心的人喔 所以你的眼光就有待要好好的磨練一下喔 那如果你選到一號牌的話 一號牌是玉佩老師選到對不對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張牌 這一張是命運之輪 命運之輪呢 是受射手座所守護 是一個吉祥的象徵 所以選到這張牌呢 是散發金貴氣 好門有望 所以選到這張牌呢 通常呢就會遇到一個家境 背景 個性 各方面都還不錯 不要說是豪門 但是就是好門 來 這一張是100分 耶 老師你夜什麼啊 你都什麼貴了 還夜 不要選得好嗎 選得好 我眼睛沒有裹著 好 那選到這個命運之輪呢 這個代表啊 其實你真的 有時候人跟人之間很奇怪 像選到這一張牌的人呢 他通常呢 會被對方身上那一種 沒有辦法形容的貴氣吸引 你自己身上有一種貴氣 所以那種身上戴著貴氣的人呢 也會看到你 也會感覺到 這個跟我是同一個吊吊的 所以很多這個 比方說 家境可能是小康的女生 最後呢 會嫁入這個豪門啊 這個大概呢 都是身上具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氣息 那這樣的氣息呢 通常是來自於樂觀啊 開朗啊 然後有足夠的自信啊 然後自重啊 那當然 多做一些好事 也會幫助你進入好門啦 是 謝謝老師 那做完這個測驗之後 你們覺得是誰被誰騙的 被他騙了 對不對 國動哥覺得被 國動哥選好了好了 我承認啦 選了 就是一個魔鬼 但是就你們開始交往了 一年之後 那就李玲姐就是說 你希望國動哥要給你一個交代 要負責 他交往一年是要交代什麼 要負責什麼 因為後來我就覺得說 那你也事業做得很好啊 那我也想結婚了 那我也開始當記者 跑財經新聞 是不是我們可以結婚了這樣 可是他都一直 有一搭沒一搭的 我就想 現在是怎樣 後來那時候他得了獎之後 隔沒多久就來找我 那我就開始 好沒有安全感 到底是怎樣 要不要結婚呢 要結婚就趕快結婚啊 不結婚也不要彼此耽誤啊這樣 後來他就一時心軟就 就答應了 啊 來這招喔 是啊 就哭啊 哭的鼻哭 女生嘛 就是一哭 女生的詐數就有幾招啊 對啊 對啊 可是我是想知道說 胡同哥你當初你 跟人家交往一年 你是覺得 這個女生你還要再觀察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沒有把她設定 為結婚的對象嗎 我的時候是把她當成結婚對象 那最起碼要了解各方 對方的一種個性 或者是一種情形 只是她有一年是她生日 她把我約去了 約去跳舞 唱歌 然後灌我酒 她約了她一些服務 還是灌我酒 人家真的是 然後在跳舞當中 她的朋友就這樣 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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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才開始 親她的手 親她 沒有 然後接下來她就叫我負責 那去 不好意思 所以我真想說 在那個年代 你們的交往只是 牽了手跟親一下之後 你就叫我負責 就覺得已經 不然要怎樣 那也沒有共同的語言 兩個人不開口則議 一開口不是你罵我 就是我罵你互相 說結婚之後 說結婚之後 兩個人日子過得挺苦的 為什麼 國東哥不是有在拍戲嗎 是 剛開始拍戲都還好 因為我們兩個沒有靠家裡 拍戲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薪水不多 也不是 有一點積蓄 只是她住在一個 屬於學生宿舍裡面 然後我就住在她那裡 住在她那裡 等於是一個小房間 就一個床部一張桌子 一個櫃子 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反而感覺到 我們兩個夫妻是一體的 她上下班的時候我都會在 我或者是我拍戲的時候 她會等我 因為房子就這麼大 對啊 所以進去之後 會一直覺得對方 一直就在旁邊 對啊 所以那時候感覺很溫馨 很恩愛 就後來慢慢 她就當了記者以後 尤其是上了 當了大城報記者以後 所有的演員大部分都怕記者 我那時候就等於在怕她 開始不一樣 原來是像一個小影迷 然後跟大明星結婚 後來變成大記者 跟一個新人演員在一起 那個地位整個又感覺又不一樣 而且話再說回來 結婚剛開始的這種甜甜蜜蜜 其實就是一個蜜月期 月期一過之後 回到柴米油鹽醬醋場 真正生活的開始 衝突也會慢慢多 其實換了回來就說 李玲姐從一個小女生 變成大報的記者 要當然 變大了啦 直接就是所有的演員 對妳要畢恭畢敬了 那開始就說 講明了就是變大頭症了啦 對 我承認 但是那個大頭症 是價值觀的大頭症 其實那時候 我剛剛結婚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 租一個學生宿 是一層舊公寓裡面 租一個好小的房間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真情 其實我到現在講講完 我還滿感動的 因為我知道那份真情 是人的一生當中 我覺得尤其是婚姻裡面 最難 最難能可貴的 雖然那時候真的很苦 因為我才剛當記者 一個月才大概 兩萬塊錢左右吧 他那時候拍戲 也是很省事兼用 我最記得那時候 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每天我下班回來 然後他接我 或是我自己回來 連廚房都沒有 因為學生宿舍嘛 我們就用個電爐 小電爐 用個鍋子 在那邊煮一碗泡麵 然後你一碗 大家分著這樣吃 就好快樂 好快樂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什麼 任何物欲的那種想法什麼 只覺得說 哇 我趕快存錢 我趕快賺錢 剛剛新婚 可是我承認 後來開始當了報社記者 財經好後來 因為我一直對影劇很有興趣 我從國中的時候 就一直立志說 我要當一個成功的影劇記者 所以後來當了影劇記者之後 開始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演藝圈裡面 所有的都是跟無光十四的 跟物質跟名利比在一起 我最記得那時候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女演員 她跟我說 她說她那時候是模特兒出身的 我永遠記得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好記得她講話 她說她其實很後悔當模特兒 因為她不當模特兒的時候 什麼是名牌 什麼是好的 她不知道 她很快樂 可是她當了模特兒之後 她知道 這個是名牌 這個是好的 我要這個 我想要得到那個 那時候她就變得 哇 已經變了一個人 到後來 比較有能力了 因為我後來做到主管了 那時候就是每天 就迷失在這裡面 那說真的 因為影劇記者 每天跑的都是 我們見的都是大人物 都是大名